今天带莎莎去新家 莎莎 我们去新家了 莎莎 走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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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能叫过来的帽 Oh my god 她的一鸟粉 拿一个药品包 药包 然后给她选一个 这个也是 小老虎的毯子 带一点点我们自己的猫砂 这个是干净的猫砂 为什么带这个呢 因为其实如果 从气味的角度来说 应该给她带那个 有气味的 可是她们的猫厕所 是混合用的 就是等于气味 都是很多只猫的 所以也没有太大的比较 新家可能不太会买过 我们一样的这个猫砂 带一点她熟悉的猫砂 从猫砂的气味 让她尽快地适应新家的环境 这个赞乐这个砂 相对还是贵一点的 可能用的家长也不太多 但是猫砂来说 对猫砂的需求 就是比较高的 确实好用 确实好用 这个不是广告吧 就是真的是用了 有一年多 一直在用 然后你们看啊 我这里面都是粘子的沙 粘了一大堆 为什么在这呢 之前她们尿了那个袋子 然后就把尿了袋 这里大概是三袋 然后全部集中出来了 放在这里 这样就会看起来干净清爽一些 我还有 LOC 的蚊次 忙碍费 你在这上次 乱 προ蚊子 乱速划 乱 hatch 乱 回去 乱 金色 金色 银色 血色 血色的水雕色 水雕色 血色的山貓寺 金色 这盆血的怎么不吃啊 小王子呢 每次都是等捕猫吃完了 猫世界里面的公猫 好像都是这样 你看一个小王子在这 还有一个天狼在这 它们都在等捕猫吃完了才吃 猫必 人要 值得表扬 像啥面的人吃 一会儿出发了 好吃吗 怎么会儿呢 小王子 小王子 感觉他可能还是听不懂 不怕吗 小王子 小王子 还不 天狼过来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你没有去吃吗 小王子 你没有去吃吗 大嫂 随便 你没有去吃吗 时间 很快就到了 两个小时我们就到了 很快吧 乖乖 很快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你在等什么 等家长来接你 乖乖 去了新家好像生活 到吗 以后就不用换家了 多好呀 超直观 我们莎莎才一岁多 对不对 我们莎莎还是个小年轻 莎莎姐走了 我们又有一只猫去新家了 其实今天不光送莎莎 北京那边也在送一个 北京当地的猫 然后是我们阿姨自己送过去的 今天一路就是乌龙 因为那只猫在1月18号的时候 我们带去做了抗体检测 就是阿楚的我和那 我们一起带去了 然后之前都是抗体检测 做完了以后 大夫会直接发过来 但刚好1月份 大夫可能太忙了吧 你忘了忘了呢 他忘了我也忘了 然后今天送过去的家长说 抗体检测呢 我一想 我说抗体检测我肯定发给你了 我一看文件没有 我就我们去找大夫 大夫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 因为我们回忆了好久 我说不对啊 17号的时候还说 明天要带去做 然后阿姨还说 要不要娜娜和阿楚的 一起去做 我说要的 明明做了 反正今天一天就隆无隆 但还好 所有结果都是好的 两个猫咪去了新家 然后去新家就意味着幸福猫生开始了 多好呀 其实猫舍是一个对猫不友好的环境 能够早点去新家 不管是对于我们的幼猫来说 还是对于我们的服役退役的种猫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OK 那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